荒淫无淡的晋五帝司马炎,后宫妃子数量一万多名,宠幸哪位妃子看阳的兴趣,最后活活被累死。 皇帝一般都有很多妃子,号称后宫家里三千,按照礼记上的记载,天子有一后,四妃,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玉七,当然有的皇帝妃子多, 例如晋朝开国君主晋五帝司马炎,是中国历史上拥有嫔妃最多的一位皇帝,大约有一万之众, 把这些粉之相规装备起来,足以编成一个军团,这么多嫔妃,那真叫一个乱花剑玉迷人眼。 于是晋五帝想出了一个办法,看阳的兴趣,接下来跟着史约馆,了解一下这段荒唐的历史,欢迎订阅。 晋五帝整天愁的都不知道该翻谁的牌子,于是他发明了一个伟大的创举,用阳拉着辆车,司马炎自己坐在车上, 任凭阳拉着,他在宫中自由地走,阳最后喜欢停在哪里, 他这晚上就住在谁那儿,把选择的权利交给阳来决定,所以这是一辆很多妃子梦寐以求的车子。 皇帝定了规矩,嫔妃们便开始研究规矩,对症下药,争取主动,为了得到皇帝的宠幸。 某些头脑发达的嫔妃就开始剑走偏锋,用心研究阳的生活习惯和饮食爱好, 你想,控制了阳不就控制了皇帝吗?阳不是爱吃鲜嫩的竹叶吗? 那咱就把盐水洒在竹枝上,味道鲜美,急剧诱惑,然后插在门口,来个江太公钓鱼院者上钩, 但是渐渐低阳的嘴巴也被这些宫女给喂叼了,变得知吃上等的竹叶, 所以洛阳城的竹子的价格也在一天天上涨。 于是,精彩的一幕每天就在靖武帝的后宫上演,只见洋拉着车,车上坐着尊贵的皇帝,晃晃悠悠四处闲逛。 洋车最后停在了又闲又闲的竹子跟前,这一刻,洋找到了最爱,皇帝也找到了归宿,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洋车旺姓,他也因此在55岁去世,西锦王朝在这位皇帝的带领下, 奢靡之风蔓延了整个朝野,手下大臣纷纷豆腐,比如修建豪华厕所, 用珍贵的食辣烧锅,却全然不顾连饭都吃不上的百姓。 西锦统一后,司马延日渐奢靡腐化,好色的特点逐渐显露无遗,灭无后, 吴王孙昊的后宫五千名妃子照单全收,还满足不了他的欲望,有一年。 为了选秀,他直接下令全国一年内禁止婚姻,因此,司马延后宫妃子众多,足有万人之多。 禁书中这样记载,博选梁家已冲后宫,先下书进天下嫁娶, 是换着食屎车,给邹琪,持船周骏,明家圣族子女多拜衣,翠茂已必知。 意思就是皇帝在选之前还要天下老百姓先不结婚,并且范围是全国性的。 所有美女,包括那些已经正代嫁的,就插过门的,全部列入了禁武帝选美的视野。 禁武帝听说江南的美女与北方不同,吴国灭亡时,禁武帝特地下旨要把无宫后宫之人全部拿来扩充自己的后宫。 三十岁时候的他,原本是处于大好年纪,本该为国做出点贡献的他,却留了一头极地的长发。 但据说,司马炎在刚登上皇位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这般过度荒淫。 相反的,他甚至还制定了一些军事计划,并且平时的日常生活中也算是节俭。 而且他对于大臣们也都很宽容,不管是有能力者还是没能力者都可以安排他们各司其职。 但是谁又能料到,后来的禁武帝竟然变成了这般模样。 司马昭其实是有两个儿子的,一个是司马悠,还有一个就是继承大统的司马炎了。 不过前者一直都是过继给他的兄长去抚养的,其实本来他是想让司马悠继位的, 但是由于司马炎是长子,在群臣的劝谏下,他还是将皇位传给了司马炎。 所以,禁武帝原本是想要学习自己的父亲,然后把皇位传给自己与皇后所生的大儿子。 不过,这个儿子却似乎天生不是一块学习的料,无论如何教导他,都没有任何效果。 于是司马炎便陷入了纠结之中,就在这时,皇后就一直缠着司马炎, 希望他将他们的大儿子立为太子,被皇后烦得不行了。 他最后就将大儿子司马中立为了太子,随着时间的推移, 太子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给他选一个合适的太子妃是眼下最为重要的事情。 禁武帝的身边有一个大臣叫贾冲,他一心想抓住这个能够飞黄腾达的机会, 想要将自己的女儿加入太子府,成为太子妃。 他的女儿名叫贾南风,不但长相丑陋,并且还生得矮小有黑, 但是他却有着贾冲这个位高权重的父亲, 所以最后通过层层关系,虽然长得丑陋,但还是成为了太子妃。 为了帮助女儿,他可谓是费尽心思。 贾冲先是买通了皇后身边的宫女,让他们替自己的女儿美颜, 说贾南风不但有着美貌的皮囊,并且还饱读诗书, 皇后听了非常心动,也就立刻和五爹说了这件事, 并且还催促着说要结婚,但是在婚宴上, 第一次见到自己的这位儿媳妇的时候,五爹气得都要晕过去了。 但是,或许是因为太子天生比较愚钝, 对于这位丑媳妇他竟然还挺喜欢的。 皇后看到儿子开心,心里也还挺满意的, 但是很快,皇后得了重病, 他为了让下一任皇后依旧能姓杨, 就逼着五爹娶了自己叔叔家的女儿。 皇后的叔叔杨俊一下子飞黄腾打, 心中别提有多开心了, 他的官职也因为女儿的富贵而一路飞升, 突然得到一路提拔,杨俊自然心中会有所膨胀, 所以后来他便开始形势嚣张, 使得朝野上下都不敢轻易与杨家有任何瓜葛。 不过在这时候,皇帝一直担心的就是自己那个愚钝的太子儿子, 为了培养他,五爹让他亲自批阅奏章, 但是贾南风对于自己这个蠢丈夫的格已经是了如指掌了, 他又怎会让太子的愚钝暴露在众人面前好让人抓住把柄呢? 他立刻就想出了让太子老师代批的方法, 并且为了防止笔迹漏线, 他还让太子又抄了一遍。 五爹看了以后, 也没看出其中的端倪, 于是就感觉非常开心, 原来太子也不是很蠢, 虽然不至于文采飞扬, 但是终究还是可以担此大任的, 大臣们见皇帝满意, 也立刻就开始阿谀奉承起太子来, 把他夸得天花乱坠, 一直到公元280年, 他拿下了吴国看着和平的国土, 五弟终于放下了心中的石头, 而且接班人他也已经选定了, 似乎已经没有值得他担心的事情了。 于是他把军队大部分都遣散了, 也开启了自己昏庸无道的神仙般的生活, 他将五千多名吴国美女彤彤纳入了自己的后宫之中, 这五千个美人如果每天让一个人誓起一次, 就是要排十年都排不完。 司马炎做金王早期的口碑还是很不错的, 他为人宽厚人意, 算是历史上比较厚道的皇帝, 比如在对待曹焕退位这件事上就略见一般, 封建社会历史上的善位一般都逃不过泄沫杀驴的模式, 下野的当权者就如同战败的侯王一样, 生存的时间往往很短。 享受的待遇往往也是急转直下一日千里, 但是司马炎的做法确实还不错, 他封曹焕为陈流王, 给予相当高的待遇, 比如十亿万户, 奉为国为征朔, 可以使用天子的仪仗, 上表不用称臣, 受赵不用跪拜, 等等等等, 仁义厚道, 可见一般, 司马炎当政早期, 确实有点明君的样子, 他勤政爱民, 勤俭节约, 鼓励生产, 减免兵役, 劝可农丧, 符合做一个明君的所有基本条件, 在位早期, 司马炎一直住着曹魏时期的旧宫室, 他从没大兴土木, 给自己兴建宫殿, 经过十多年的历经图治, 社会经济发展较快, 文化也随之兴盛起来, 出现了有名的泰康文学, 西晋这个时期重要的一项社会指标, 人口也得到快速增长, 整个社会百姓安居乐业, 四海生平, 使称泰康之治, 按正常发展逻辑来说, 这个宽厚人意的司马炎 当了西晋的开国皇帝, 他亲手终结了长达六十年之久的三国乱世, 统一了中华版图, 并且创造了乱世之后的泰康之治, 取得了社会的初步安定局面, 然后下一步再接再厉, 铸造更加辉煌, 灿烂的西晋王朝似乎更加可泣, 呼之欲出, 可是, 让人大跌眼镜的却是, 司马炎出道极巅峰, 随之而来的就是断崖式下跌, 西晋王朝很快就葬送在他的手中, 为了巩固皇权, 打造纯正的司马家铁桶江山, 晋武帝, 司马炎一口气封了二十八个藩王, 这些王爷全都是司马炎的族人, 司马炎给了这些王爷非常大的权力, 还允许藩王拥有军队, 他做梦都没有想到, 当中央集权正确有力的时候, 这些藩王会是国家之栋梁, 皇帝之公骨, 但是如果朝廷昏溃, 政治黑暗的时候, 这些藩王就是悬在头上的一把把明晃晃的利刃, 他们转过头来就会群狼夺食, 吞噬他的大好河山, 后来的八王之乱, 五湖乱华, 很快就印证了这一点。